《月声沧海》的大部分剧情是在皇宫里展开 承绍商和灵不一定魂 遭到了很多人的眼红排挤 他一个人在宫里无依无靠 经常被人欺负 当然 这只是有些人的自以为是的看法 他靠山可大着了 惹他就是作死 落水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皇后受断前夕 五公主编排了一支舞蹈作为贺礼 她的七八个伴舞的小姐妹跟着住进了宫里 在庭院里 假装不小心把承绍商推下来吃糖 呦 我在外面常听人夸这位承娘子有才能又嫌淑 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 今日怎么做了水鸭子了呀 我看长的也不怎么样 定是会谄媚八戒 喂喂 你倒是说两句好话 我们高兴了 就拉你上来啊 我们还是将他拉上来吧 若是出了事 我们担当不起啊 少废话 是采纳一脚不是你勾的吗 秋末冬初 止水寒冷 他们也不知道承绍商会不会水 看到承绍商在水里还算镇静 居然还向他扔小狮子娶了 实在歹毒恶劣 不过是觉得有五公主撑腰法不责重 最多是爱一顿打罢了 结果却是让他们悔不当初 承绍商自己游上岸 冷冷看了他们一眼 一言不发就走了 他谁也没有告诉 一来马上皇后受验了 他不想惹皇后不痛快 二来他和林不宜正在冷战 不过也许就算不冷战也不会说的 扎傲担心他不趁现在的狼狈样赶紧说 以后那些小女娘必定要抵赖 承绍商却说 要的就是他们抵赖 扎傲又劝他告诉林不宜 扎商说 其实一点也不气他 也是不能服软 不是不能哄他高兴 可是哄人能哄一辈子吗 夫妻哪能这么做 他自己的仇自己报 皇后寿宴过后 承绍商设计机关 往那些小女娘身上 撒了几盆分水 绍商这个机关设置得很巧妙 若只将粪桶放在门梁上 那只能撒到一二人 事已他将数个粪桶 设在青藤回廊上 回廊一端是那几个小女娘的住处 一端是一扇柴妃小门 他用门栓将柴妃小门顶住 最先到达的小女娘推门不开 就要和其他女孩过来帮忙 直到几个女孩都过来一起 使力推门 才将柴妃推开 而此时触动机关 粪水从天而降 如洒甘霖 这是个巨恶心的作剧 没伤他们一分一毫 但这小魂的味道的好几日才退 事后五公主怒气冲冲找上门来 大骂承绍商 承绍商悠悠问了一句 为何就认定是我呢 因为他们前日将你 推落湖中五公主声声咬住嘴唇 若他真说了出来 承绍商非但无罪 说不得母后还要治那些小女娘的嘴 绍商似笑非笑地看着公主 殿下 我与那几位女公子近日无仇 往日无冤 好端端的 我为何要去害他们呢 总不能因为我清晨去过龙园 您就一口咬定是我干的 这可不能叫人信服啊 这还不算完 林布宜此时才知道他们将绍商推落湖中 气愤地责问绍商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我 我 那会儿他们正在吵架啊 而且他一想好复仇办法了啊 不是什么大事啊 我也没伤到啊 哈哈 林布宜深深地看着他 目光森冷而狂乱 夹杂着愤怒与失望 然后缓缓放开攥着女孩的手掌 哨伤捧着自己的小臂 心头涌起一股害怕 这是皇帝皇后也知道此事了 说把那些小女娘父兄的官职公路都撤了就事 没官职的就罚钱比数 这就是至尊夫妻 这就是权利 这些小女孩的父兄可能挣扎拼搏几十年才有现在的地位 轻描淡写就让这些不知轻重的小女孩做没了 半生奋斗化为虚无 还没完呢 此时林布宜带着那日的目击者五皇子 把八个小女孩的父兄家主都抱打了一顿 按照他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 每人都打断一手一足 住得近地直接打上门 远点地写了帖子去请 来了就关门动手 一下五公斤 全打出来了 这效率 这封劲 真是太带感了 其中有一家是在御史台当差 当天还在当职 别人都拦着 可林布宜哪能听劝 直接打上了御史台 当着几位大人的面 将人拖出来照例打断了一手一足 然后事情就有点大了 毕竟不是什么九四大街的 林布宜进去就打 可就惹着那些御史老爷们了 然后林布宜就被文帝罚了杖则 相差两张的距离 少商被按压在地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林布宜被重重落下的形状击打在背上 可他一声都不喊 只是倔强地咬着淡红的嘴唇 高昂的额头落下一滴滴的汗水 面旁苍白地犹如白纸 他忽然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奇异愤怒 他觉得这男人是他的 头颅躯体四肢都是他的 他自己都舍不得打舍不得骂 凭什么来受这犯罪 这场上则 其实是肠苦肉计 给御史台的夫子们看 重点是给成少商看 文帝的手段可厉害着呢 这场大戏咱们下回分说 然后是五公主 她的十五六个面首全被杀了 以前的管事奴婢犬都不见了 换上的是一群陌生严肃 犹如木雕般的看守 逼后还发话不许她再出门游了 要在公傲监督下 在家读书奉德 修身养性 简而言之 她被监禁在公主府中了 其实所有人都漏掉了一个人 骆继通 她在害成少商的一系列事件中 都有出手 只是葬得很深 落水事件之后 她提前远嫁 也有避祸的原因 当然后来还是被灵不宜窥破了 这就是落水事件的始末了 封批灵不宜的做法 你觉得如何呢